其實剛剛陳曼仁有講 上課不能錄音錄影,這邊是規定 但是我自己的習慣會幫你們錄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你可以留下你的email 我會把我們上課的影片直接寄到你的信箱 第二次以後的話,你就自己加到論壇 論壇會自動轉信到你的信箱 裡面的話就是會把上課錄影放在YouTube上面 會建一個清單,不公開的一個清單 只有上課同學會收到完整的影片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你可能會學不會 反正回去,最重要一定要練習 不會的話記得雲端上面有影片 也會有檔案,也會有source 反正你就是一定要動手做 然後這一期課程我們會有一個目標 一定就是要把Python 基本上一定要學好 第二個的話要了解Python跟VBA怎麼做串聯 第三個的話可能會做一些網路爬蟲的事情 不過網路爬蟲還有入門跟進階 你要爬到很厲害 恐怕還要花蠻多的時間的 其實說真的你只要看得到資料 絕對爬得下來 絕對都爬得下來 即便它上面有一些什麼 一些圖形驗證什麼 都可以做到啦 只是說那些東西有一個關卡 那你就必須有個對應的方法去解決它 OK,好,另外的話 可能它要稍微了解一下那個 網路網站的一些架構喔 OK,網站資料怎麼傳遞 可能你還會需要大概有一些 基本的網站的一些概念喔 比如說資料 那個網址上面有一些所謂的 UIL的參數傳遞 你看得到的叫Gate 你看不到的叫Post 它至少兩種 所以呢,比較好抓的一定是Gate 就是上面已經有那個網址上面有參數了嘛 那你只要變動那上面的參數 就OK了 但比較難的就是它用Post 就是上面網址,欸奇怪 它不動耶,可是資料會動耶 那那個可能就是另外有別的方法 我想就見招拆招怎麼做 我想後面我們再來跟各位做分享 很多東西實際上我寫出來的程式 大部分都是自己有原創性的 所以那些程式 你可能看別人的跟看我的還是有差別 因為我的程式 追求的盡量越短越好 OK 然後呢,越好理解越好 邏輯越簡單越好 這有追求的目標 所以其實寫程式也有一種愉快的感覺 因為你要寫出來的東西 自己看都覺得 很有那種成就感 不過我想這需要時間 而且前提可能你要喜歡它 隨時閉著眼睛都在想程式怎麼寫 那你就對了 像之前我遇到好幾個同學 哇,真的就是對的 他學一定很快 果真真的都學的很棒 為什麼 因為他隨時頭腦筋一直在動 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隨時隨地都在想 都在思考 真的果不其然 他就是很快就可以知道說 學的東西怎麼用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第一次上課 大家的程度先了解一下 目前看到 大概還好 我們比較集中一點 就是說沒有很多人 都是高階或入門 大家都集中在 那個進階的程度 而且大部分同學都有VBA的基礎 那這樣子也比較好解決 因為有些東西的話 我們就可以不用花太多時間 在一些可能比較 到瑣碎的那個問題上面 不過呢 有些也許我沒有太多時間 但是可能要請各位自己再去做練習 也許同樣的範例 Python可以這樣解 那VBA你有沒有辦法把它解出來 那我會提供給你思考方向 但是你回去一定要試做 那接下來的話 你上課需要以哪部分為主 目前看到的話呢 最多人還是希望能夠學習 Python跟Excel之間的串聯 因為很多書裡面就只有教你Python 還是Python 它不會教你Excel 也不會教你VBA 但是其實工作裡面最需要就是串聯 跨工具的使用 但是書裡面 真的我看來看去 真的有跨工具的 講的真的太少了 第二個是說那個書裡面 太多都理論的東西 它不保證你可以work 而且你買回去 還有可能有bug 因為我常常遇到那個買回來的書 一run有bug 還好我有能力可以解bug 我還怕他debug 好OK 那可是一般人 遇到bug怎麼辦 就傻住了 書就放在那裡了 之前剛好同學 甚至有同學怎麼樣 把書帶來說 老師這本我實在沒辦法 你有沒有需要 我看你 不錯 剛好沒有買到這本 他說老師這本送給你好了 當然我就欣然接受了 不過我當然就是說 書是死的 我把它當字典一樣查 ok 而且我看書是這樣看 第一個我看書 先猜想這個作者會怎麼寫 如果跟我一樣 我就跳過了 如果跟我不一樣 我看一下他有沒有比我厲害 沒有也跳過 有把它記起來 所以我看書都是看那個 我覺得有比較重要的 ok 那再來的話呢 可能第二個 也是大家最想的 就是有點像網路爬通部分 ok 不過這也是還蠻經典的 因為其實VPA很多地方也都做得到 Python也可以做到 所以也許兩方面呢 我們也可以比較一下 他們的優點跟缺點各在哪裡 也許你有時候不見得只能用其中之一 你可以哪一種情況下用哪一種方法 ok 各有優點 那不過看起來好像 以比較功能強大的話 當然還是Python 只要強 ok 但是你說一般性使用 其實VPA也夠了 大部分情況 大部分一般normal情況 其實兩個都辦得到 那只是說效率上面 感覺好像Python會比較強一點點 可是如果你不care效率 反正抓得下來 不要自己那邊 自己用滑鼠鍵盤那邊Ctrl-C Ctrl-V 有沒有重複幫機器人一樣的話 那其實VPA也夠了 ok 不過呢現在當然好 你如果跨工作 跨工具都會用的話 那就更好 後面當然會用到資料庫 因為Python跟Excel VPA最大的差別 Excel本身就可以拿來當資料庫 也可以拿來當檔案 你要怎麼用怎麼用 資料可以放上去 但是Python沒有 他什麼都沒有 他要怎麼樣 如果你要存資料 你還要再把資料庫引用進來 最常用的也就是SQL line 或者買SQL OK 我們好像進階班有講 買SQL 這個VPA也可以拿進來 或許後面還會多延伸一個叫 雲端資料庫 因為SQL line是local的 就是單機的 那買SQL是Server的 另外一個叫Filebase 它是雲端的 雲端的話 意思就是你不用架Server 你可以放在雲端上面 可以跟其他人共用 Filebase 不過看起來好像 這個是蠻重要的 因為像手機APP有沒有 也是一樣 你要資料給手機APP能夠看到的話 一般還是用放在雲端上面 不過怎麼操作 比較簡單 我基本上提供給各位一個 至少一個範本 反正你能夠run 其他怎麼改 怎麼用 那就你自己再去延伸 OK 所以最多好像帶來這些 其他的話 這個剛剛有提到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自我成長 興趣 大部分好像都不是工作關係 業務需求有三個 潮流 其實很多人學也是這樣 潮流 所以你會發現 像這種課程 生命週期越來越短 有沒有 因為如果 這東西很快 像之前還是 熱門話題是大數據分析 現在好像大家都不提大數據分析了 慢慢改為什麼 AI 可是你 我是覺得這東西就是一個口號 對你口號喊著響 股票就賣得好 所以你看那個 郭董有沒有 他一上台就講AI 底下你就很荒蕪 什麼叫AI 其實說真的很多人搞不清楚 所以當然如果你要跳到AI的世界 可能還是要先從Python開始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延伸性的東西 OK 至於後面的東西 我想 可能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再慢慢去了解 像現在比較熱門像什麼 樹莓派 有沒有 軟硬啊 IoT啊 機器人啊 你可以把那些東西 裝在機器人上面 它可以透過Python程式化 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OK 那至於細節 還是先從那個 有點像爬樓梯嘛 你至少要先從一樓開始 你不可能現在爬到50樓嘛 慢慢來 好 這第一個 我們先大家了解大家的程度了 應該 第二個的話呢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 先來再來看一下 那我想 因為 不是每一個同學對我都很了解 所以我再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姓吳 那所以一般同學都叫吳老師 所以你就Google吳老師 我就排在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二個好像都我的 大概第一個Page 大概有 不知道幾個是我的 那如果你查Excel VBA 可能更多啊 可能甚至有些真的被我洗版的 有可能 有些關鍵字 可能因為 太認真的 我以前很樂於分享 沒事下來呢 就寫一點文章 PO上去 不過最近比較懶一點 那你只要有分享 你會發現你的排名一直往上 然後整個Google的結果全部都你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一個訊息 通通壟斷的話 很簡單 你就趕快多做一點 而且那個東西是大家都需要的 排名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所以 也不是說 只有我在教這方面 主要是因為 可能心態上面 我應該是比較open的 我不怕你們學 而且不怕你 只怕你學不會 所以 以前 我錄影集錄很久 超過十年 所以YouTube上面 十年前的影片都還在 我最怕就是同學學不會 所以我把它錄影下來 這樣你回去一定要看 如果你下一次問上個禮拜的東西 那表示你回去 沒重看 也沒重做 那這樣好處是 就不會一直在問前幾個禮拜的東西了 OK 所以你要先準備 我教過東西 你要自己先回去練習好 不要每次 這樣的好處是 我們進度可以繼續往前 不會說一直在講一些舊的東西 OK 反正24小時 YouTube上 你半夜睡不著覺 也會有我的影片 而且非常的多 我影片數量多到一個 無法想像的數目 這數目 自己就 我記得好像至少超過兩萬個 應該沒有人像我這麼的瘋狂 老師可以穿兩萬 從這種 其實是這樣 一個興趣 反正就是一個 你只要認為這件事情對的 你就持續去做 也許剛開始 不見得每個人都能夠了解 也不見得認同 但是 這不是我應該要去 太去注意的 我應該注意是 我怎麼樣把課程越上越好 OK 而且 上課要隨堂錄音錄影 這件事情剛開始是真的非常困難 不過想到現在已經 上課不錄影 不錄影 不錄影 覺得 好奇怪 OK 反而覺得很奇怪 而且 其實你們現在雖然幾個同學上課 我感覺是對著幾十幾百幾千幾萬 因為YouTube的力量 實在太強大了 OK 這影響力實在無法去 OK 所以相關的教學 網路上 我教過的東西太多了 舉凡是有關程式 要去解決問題的 其實我基本上都教過了 商用的東西 之前是比較熱門是大數據分析 然後呢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教學 然後比較重要的是 觀看次數跟訂閱人數 最近已經突破了兩萬 我的YouTube頻道 最近突破兩萬訂閱了 兩萬對網紅來說 其實是小數字 但是我不是網紅 千萬注意 我只是 OK 反正這沒辦法 所以我不是因為 我的網 跟網紅的那種目的性不一樣 OK 不過好像也被人家當網紅 不過盡量我還沒低調一點點 OK 那比較 需要注意是因為 我有創業經驗 然後也拿了一些獎項 反正獎項還蠻多的 那之前是因為那個 在雲之大上 上課 教一些大數據分析 跟手機APP雲端啊 甚至可能Python也覺得 會把它放進去 所以 那個 TPBS就來採訪我了 OK 這是有畫面的 然後呢 又得了一些獎項 智強工藝機 因為頒給我 卓越貢獻教師 那文大這邊 頒給我是 趨勢先鋒 OK 都是有講的 或是不重要的 緊上添花而已 那我自己個人的證照 電腦相關證照也上了幾張 OK 只要有空就會去考證照 反正各式各樣的挑戰 其實樂於去挑戰 就像我剛剛跟各位講 我上禮拜去日本東北看櫻花有沒有 我也是第一次喔 生平第一次 但是呢 全部的行程規劃 從買機票 訂飯店 再買那個JR Pass 全部都是我一手包辦 行程規劃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很滿意 什麼東西都是第一次 但是呢 已經 透過這種學習 感覺好像已經熟悶熟路了 所以你想要問我什麼 我都非常的清楚 因為我做了充足的功課 OK 所以其實齁 我這種人就是不管什麼東西啦 反正我 就願意花時間就對了 所以可能 我的個性可能是比較喜歡學習啦 你哪一天叫我不要學習 簡直是惡煞我了 OK齁 所以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不斷的去看有什麼問題要挑戰 把它booking起來 那最近訂閱人數已經兩萬多了 OK 然後 因為這樣的關係 Google每個月也會付我信 付我一些廣告金 不過這不是很重要 不過反而同學對這最有關係 奇怪齁 我只是 然後因為證照的關係啦 其實我之前也承辦很多認證一些的 也幫他們審題命題 OK 所以也是他們的審題委員 好 那大家有些介紹一下啦 不過這都不是很重要 讓大家了解一下齁 其實 呃 這門課 所以陳曼爾問我說 老師這人很少要不要開 其實我蠻掙扎的 齁 可是不開 我覺得好像感覺 就是 對 所以還是第一次我們嘗試性的 但這門課不是第一次開 這裡是第一次開 OK 那參考書目的話 基本上呢 有兩本 主要是上面那一本 啊 下面那一本比較難一點 難得看 呵呵 沒關係啦 很多東西齁 絕對不會是一天就馬上理解了 但是我敢保證你 如果這一期你認真的在做我們練習的話 你一定對Python有一定的了解 不敢說你已經相當厲害了 這個每個人這個付出的時間不一樣 但基本上你一定有基本的程度了 齁 可以跟人家溝通沒有問題了 齁 那第一本比較簡單 是那個什麼 初學特訓班 OK 那裡面有影片啦 那影片齁 謹供參考 我覺得還是我講得好 哈哈 哈哈哈哈 呵呵 大概這樣啦齁 有些書裡面當然他有提供翻譯 可是也沒有影片 所以現在書要賣得好一定要影片 最好老師也要上鏡頭 我才有辦法賣得好 其實現在老師的工作齁 不像以前啦 現在老師也要走綜藝化耶 不過這 當然 所以 調整啦齁 步伐不一樣 然後另外的話 像我是覺得還是要把影片錄下來 因為這也是基本上 對學生的一個品質的保證 因為有些東西 程式東西齁 你聽一次就懂 那表示你是天才 請問 有天才舉下手 沒有 沒有耶 對不對齁 所以大部分人都可能還需要聽第二次 所以齁 這部分我會把它錄下來 請各位 還有另外其他 這本有僅供參考 我覺得這本還OK齁 那 呃 Python的設計哲學齁 其實你會發現 真的 有這三點 其實我是覺得 嗯 優雅 為什麼 他程式碼真的很少 明確 因為真的很簡單 好 後面就簡單 優雅 明確 簡單 那 也就是說呢 他跟Java或C比起來的話 真的很多事情齁 不用寫太多程式碼 就解決一個問題 那至於齁 不過目前你可能很抽象 你還感受不到 後面的話 我們慢慢跟各位講 那今天的話 第一堂課齁 我們也許就是先從那個 怎麼安裝程式看 底下這邊有一些 數據就是排名 目前當然 Python的排名 會一直往上 不過你會發現 CC++ C Sharp 這都是比較老牌的 還有Java 那 VBA可能是比較 也有在裡面 不過可能排的順序 也許沒那麼高 但你可能要了解 就是說 比如說 在台灣齁 跟在國外 其實使用的環境也不一樣 因為台灣的市場很小 那市場很小的話齁 其實 小眾市場有時候真的VBA 還是有它的好處 因為殺雞不用牛刀啦 OK 所以你不能說 你拿國外的數字說 你看那國外都用什麼什麼什麼的 你為什麼台灣還用這些東西呢 不一樣嘛 台灣才多少人口嘛 兩千三百萬 對不對 你光隨便一個日本就 一億兩千萬 對不對齁 你韓國都還比我們Double咧 還五千萬咧 而且他們即將會五千萬再加兩千萬 對不對齁 最近還說要和談的 對不對齁 當然一比較起來的話齁 台灣市場真的是還蠻小的 不過比起那個新加坡跟香港 我們也很大了 所以我遇到很多新加坡啊 香港人齁 他們對台灣的電腦能力真的佔不絕口 而且又覺得超級比較便宜的 請一個那個有沒有工程師 哇在那邊請 他們那邊請一個這邊可以請好多個 所以他們很多寫信問我說 欸能不能幫他們引見一下 到那邊上班也好 或者是說直接案子過來也OK 欸對不對那不錯啊 所以我其實我也可以當仲介了 真的真的我每天接到很多這種類似的 而且還有很多因為看我影片之後 老師可不可以幫我寫專案 很多欸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所以你們如果有興趣齁 學得很精進的話 甚至可以開工作室 我可以把案子轉給你 老師給我專案 對我可以轉借也OK 不過前提是你不能砸我招牌 OK 這是我是覺得絕對 因為這種是時代的趨勢啦 趨勢 因為你一個東西做完之後 絕對可以讓企業 它可以在效率上提升太多太多了 解決它很多的問題欸 這個效率提升就是它可以多賺很多錢 然後多賺很多錢 他願意投資 他願意投資啊對不對 而且不過台灣90%以上是中小企業啦 所以需求齁 其實真的VBA齁 也滿已經夠了 為什麼我們要講Python 因為我們人總不能一直停在原地嗎 還是要再向上 有沒有可能向上 OK 那就是我們要講的 應該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啦 所以呢 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開始進到我們的課程的重點 那我們有12次上課 我想應該是值得期待的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我的偶心力學 OK 每一個單元其實我都花很多時間 你不要看那三個小時 其實三個小時 背後不知道多少個三個小時 做準備 而且準備裡面還有我 歷來的那個開發經驗 還有教學經驗在裡面 那我教程式喔 我也超過20年了 寫VBA 寫VB 寫程式也超過20年了 但應該算還是可以有一些值得分享的部分 所以今天的話第一個 先從那個什麼 入門開始 那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如何建置什麼呢 建置這個 Python的開發環境 那我剛剛有提到喔 跟VBA比起來喔 Python是自助餐 自助餐意思就是說 它的開發環境它不收你半毛錢 所以你要自己去網路上把它下載 並且把它湊在一起 其實講自助餐有點高估它了 它其實應該講說自己烹調吧 自己買菜回來 變出一個可以用的開發環境 懂嗎 所以在VBA裡面是直接打開就可以了 但是 Python是自由軟體 OK 所以你說自由軟體好嗎 在某些層次上 就像你自己要動手一樣 就像你住國外 你不自己動手 真的 你出去吃貴到一個不行 但如果你自己動手 這省到一個不行 好像我在國外 我最喜歡去逛他們超市 而且還去等七點 七點幹嘛呢 熟食區 還有折扣喔 那個便宜到不行 真的是 比在台灣吃的還便宜 而且都是很好的東西 不過前提是你要懂的那個門路 所以我們今天教各位就是 先把環境建置起來 再來的話 基本的相關語法 跟一些結構的控制 結構控制其實重點就是什麼 IF 應該還有記得 VBA我想如果你以前有上過來 IF一重 兩重就Ls 三重就 應該講多重就加一個Ls 在Python裡面一模一樣 差別只是語法不太一樣 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我們重點 基本語法 然後呢 宣告變數部分 跟VBA一樣 不用宣告 不用宣告 所以以前上過我的課都知道 VBA不用宣告變數 那什麼時候這個變數裡面 會定義出它的那個資料型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你丟字串給它 它就是一個字串 你丟整數給它 它就是一個整數了 OK 它會自己去產生資料型態 OK 這概念要有 再來的話 回圈 在VBA裡面最常用的是Fore回圈 其實在Python一模一樣 OK 那那個VBA裡面我比較少講的是 File回圈 這邊會講 因為File裡面的話 它跟Fore回圈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都是回圈 不過簡單講 Fore回圈是一個範圍 有沒有 像我們VBA裡面 常見Forei等於哪裡到哪裡 對不對 主要因為Excel都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哪一欄到哪一欄 一個range 那Python可能就比較特殊 它裡面可能沒有像Excel有那種工作表的概念 所以也許比較常用的 除了Fore之外 可能你還要多學一個叫File 這個File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後面不是一個範圍 而是一個條件 當那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進到回圈 當它變成Fore的時候 就跳離回圈 就這樣而已 應該可以理解 反正我們前面這些都基本功 然後其他的相關韓式 VBA也就把前面做的東西 再把它回鍋 用VBA重新再寫過 不過可能 占到太多時間 所以有些東西 也許交給各位 你可以試做 有問題再提出來討論也可以 一樣的東西 Python跟VBA都辦得到 至於要怎麼變化 這部分 我會給你們東西 也許你們可以試做看看 然後再來的話 就檔案處理 資料庫處理 然後後面的話 就是進階的部分 進階的話 也許我們就是延伸到 那個像 網路上下載一些東西 部分 這個我想後面我們再看 那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就要先來看 有關那個 怎麼去下載一個環境 安裝環境部分 那安裝環境部分的話 第一個 請各位先下載 Google一下Python OK Python裡面的話 請你找到 Welcome to Python 那請你先下載 哪一個呢 這邊有一個download 對不對 download裡面請你先下載 這個 就是Python的3.65這個 那不要下載2.714 因為 當然 選還是選比較新的版本 那它會有2.7 所以它是相容舊的環境 現在新的還是以新的為主 OK第一個 請各位先下載那個 這個東西 下載完之後的話 把它裝起來 待會我再教各位怎麼裝 那第二個的話 就要進入到那個 Eclipse 然後 這兩個把它拼湊起來 所以我說自助餐 那怎麼做呢 待會再跟各位做 你先下載那個Python好了 先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看那個 後面要怎麼把 一個環境弄起來 在畫面 後面 我們先下載